没有什么比在家做一锅热乎乎的汤更舒服的了 大家好,我是Alice 今天我们来做番茄鸡肉汤 首先用厨房纸巾把鸡肉表面的水分擦掉 然后切成薄片 切好后放入碗里 放一些料酒 酱油 蚝油 黑胡椒 然后搅拌均匀 再放一勺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腌制10-20分钟 把准备好的西兰花、菜花掰成小块 蘑菇切成片 西红柿切碎 葱、蒜切好备用 准备锅 锅热倒油 油热以后放入葱花、大蒜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十三香、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的汁 然后放入西兰花、菜花、蘑菇 放入西兰花、菜花、蘑菇 然后盖上盖子 把它煮开 煮开以后 把准备好的鸡肉放进去 再一次盖上盖子煮开 再一次煮开以后 放一些盐、黑胡椒和一些香油 美味的鸡心肉汤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就点赞关注吧